美国近期物价及通膨率飙升引发外界担忧 美国财长叶伦周日表示 美国并没有失去对通货膨胀的控制 并预料通膨率将在明年下半年回归正常 日本参议院山口靖岡两选区周日补选 选举被视为31日众议院大选前哨债 执政的自民党一胜一负 不过两个选区原本的参议员都是自民党籍 首相安田文雄25日表示 会严肃看待选民的抉择 对于即将到来的众院大选 安田说这也是一场检视执政党的选举 将绷紧神经应对 近年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安危 深被国际媒体关注 他近期现身似乎也变了个模样 因而引发议论 甚至各种阴谋论随之而生 日前美国小报 环球周报Global报道称 金正恩于今年5月至6月期间 已遭到亲美金宇正发动政变推翻了 还翻9月旧照 引述美国国防部官员说法称 今年不辨识技术证实 这位金正恩跟以前那位不同 对此 韩国情报当局在24日回应 指这类报道完全不属实 奈吉利亚河流州一处非法炼油厂 22日爆炸期货 造成至少25人死亡 当中若干是未成年 或是也造成许多民众受伤 正在该州的不同医院接受治疗 官方尚未确认有多少人受重伤 新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